郡叔的足跡 郡叔熱愛運動、愛好武術、身體素質過硬的郡叔 還曾參加內蒙古冰雪月野 和烏魯木齊絲綢之路冰雪馬拉松賽 而今日我們的節目也請來了郡叔 讓他為大家講一講他的跑步經歷 郡叔你好 郡叔真是保持得很好 你不說真是不覺得你今年已經六十有多了 想問郡叔是否自小就喜歡運動 年少的時候、年輕的時候 我已經是喜愛運動的人 小學的時候 我們很小的時候 我都是愛好跑步 郵運 特別郵運 其實我小學的時候 我都代表學校、公社去參加比賽 我是比較喜歡運動的人 從小開始 其實我就是一個 我可以拍照的 你喜歡跑步 就不等於說可以跑半馬或者跑全馬 想問問郡叔是何時開始覺得 跑步都很有趣 可以去試試跑半馬或者跑全馬 是何時開始的 以前我背著棍子 背著東西走到公園 以前的行去玩的就是這樣 但是我自從在公園之後認識 一班在我心目中的小朋友 他們三、四十歲、三十歲那些 見他們每個禮拜都在這裡聚 我問他 我說你們玩什麼 每個禮拜都行我們聚 他說我們跑步了 跑馬拉松 我說不是的 你們在公園跑步 跑步就去 跑馬拉松這麼奢侈 他說是呀叔叔 我們是真的要跑馬拉松的 不乎你可以跟我們 跟我們玩一下 你都可以報名去跑馬拉松的 我說不是的 我們都可以玩又去跑馬拉松 那是呀不乎你 你跟我們玩一下 我說就那天 今天開始 和你們在排風那裡 跟你們跑 就是跑過去公園 剛剛就開始跑馬拉松 跟他們一起跑馬拉松 就是大概八公里左右 跑馬拉松 跑馬拉松 就開始之後 一半就好收手 每個禮拜 跟那些年輕人 在公園跑步 跑拳步 又多處 有天來去 跑馬拉松 總之整個 上單 每個鎮街 都那層次 每個鎮街 都有個分隊 那層次有 其實我們有十年二十人 開始跑跑跑跑跑 一路跑出來 可以愛害了 一路 又近 多遠 一路一路 就可以愛害了 跑馬拉松 真的厲害厲害 年近五十 郡叔還可以參加跑團 和一班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一起跑步 多想問問郡叔 當初和他們一起 在上風山公園跑步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有些跟不上他們的節奏 會有些吃力 我大概已經是五十 所以我那次跟他們跑 我們跟他們跑的時候 他發現我說 咦? 叔叔 你怎麼跑得 你前面跑得這麼慢 後面追上我來 一路的你很跑得 叔叔 我說 是啊 我以前也有跑 因為我有底子在 知道怎樣和你們去跑 一路現在還要跟你們 在你們身上 在年輕人身上 學壞你們的技巧 學壞一些 省力一點的 跑得好 跑得好 就是節能的 就是這樣一路跑出來 嗯 以前就喜歡跑步 那加入跑團之後 是不是都開始慢慢學習 如何科學地跑步 是啊 就是有這個 其實有些人覺得 有時候跑步是很簡單 但是 跑步其實 它有它的那個 節能在 你去設跑得好 跑豬 它方便些 你可以節能的 跑得長些 跑得更快些 跑步其實是一種 需要科學鍛鍊的運動來的 有些人喜歡跑 短距離少許的 例如五公里 那樣 有些朋友都喜歡 跑半馬或者是全馬的 君叔 你已經是跑步達人了 都想問回 嗯 你對時下一些 喜歡跑步的朋友仔 有沒有一些建議 讓他們可以更加健康 科學 和可以快樂跑步呢 當年我會 是 帶過一個肥仔 二百多重的 二百多重的 他在公園散步 他都要坐三處 先散步一個小圈的 公先生 是啊 那個小壺 是啊 不夠四公里的 他坐三處的 哎 後來他跟我打招呼之後 我曾經說過一個說話 我說你都 你都出勤出來 你怎麼受 你經常走都沒用的 啊 不知他之後 他說 咦 過了一天兩天之後 他說 啊 你說我會出勤出來 你能夠帶壽我 你是想帶壽來 啊 你一定要聽我的說話 聽我的說話 跟我 跟我跑步 一路有二百米 一路帶著他 二百四百 一路 二百米跑不了的 但是你一定要堅持 所以你一日 出公園 跟我堅持 一路 一路跑路 郡叔從四月開始 用了大概八個月的時間 令這位朋友 堅持跑步 瘦了七十幾斤 是不是 啊 都要練習 由四到 夏年的一月一日 跑到一路帶他 跑到瘦了七十幾斤 他又二百米跑不了 跑不完 我都要迫著他跑二百米 還有四百米 跑到 跑到瘦了再多 夏年的一月一日 能夠跟我參加 容貴馬拉松 跑過半馬的 就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 講到跑步 一定要 很多人覺得很簡單 一定要 歡樂些 還有 聽聽人來講 看看人來的 怎麼跑 聽聽人來的 怎麼跑 自己心目中有一種 預測 我要怎麼跑 我要怎麼跑 再講 近幾年 我再講一個故事 近幾年 我老婆退入 忘記 又說過血 又什麼 你跟進去運動 你因為已經 有退入金修六 五十九歲 開始要說 你跟進去跑步 又是二百米不行的 由二百米開始加到 四百米 四百米加到別百米 一直加下加上去 再多 再多兩年 開始在 我們的旋風山 我們的 旋達 馬拉松 能夠跑 馬拉松 能夠跑 我們的旋馬 能夠跑 我們的 美的那一場 馬拉松 阿富伯伯 能夠 再多 去年 能夠去參加 拿真正的 第一章的證書 去跑 貴州島 貴月 馬拉松 能夠 能夠 能夠跑到 他們的年齡組 六十歲 到六十四歲 年齡組 能夠跑到 上大陸 短短 幾年間 就是幾年間 能夠跑到 上去 跑兩小時 十三分 會嗎 一路一路 由二百米 一路一路進步 進步上來 所以 就是 已經是 很多人說 阿富伯伯 你帶這麼多徒弟 你真的 很多徒弟 帶了這些徒弟 出來 很有成績感 很有 我說 最有成績感 就是 帶老婆出來 跑馬拉松 六十歲 能夠跑到 所以 我會 跟大家說 一定要 跑過多少 盡量能夠 科學 跑法 要量到 新跑者 要 讓他 能夠 慢慢慢慢 一路 套在前進 一路 愛賀上 跑博 這樣 血跑就是 血開心 血跑 血健康的事實 他就是 跑血真實 他就 能夠有一個 比較 重量的 自己 沒有人陪他跑 他能夠自己出去跑 感受出來 就是 OK的了 嗯 跑步 都不妨可以是 看看 跑步教練的一些視頻 又或者是 加入一些 跑步團體 和前輩學一學 當然 一定要堅持 還有 一樣非常之重要的是 要循序漸進 循序漸進 這個是最重要的 慢無所謂的 因為 你跑下去 你現在慢 你慢慢慢慢 感受到 慢慢他自然會 提升給你 第一個 或者你是肥的 你一路減下去 你肥的 你減了二斤 他就快些 再減下去十斤 他又快些 就是這樣 可以 嗯 棍叔 你跑步其實是很有標誌性的 你揹著一個大袋 袋子 袋子很有特色 非常之有個人的特徵 很有特色在那裡 都想問回棍叔 是何時開始 習慣跑步的時候 揹著這個大袋 裝著木棍的呢 還有都很好奇 揹著這棵木棍跑步的時候 這麼重 不會很麻煩嗎 棍叔就是這樣 其實我揹著 是一支棍 是兩支掌 裡面有龍舟掌 有一支傳統的 扶貝留下的爬 爬草庭 以前爬龍船爬草庭的 就是比較古老的掌 所以 我當年是 在家裡玩的 平時 但是後來之後 背了出來 都是一個做太極的 做太極的 在重點做太極的 他說 你揹著那些衣服出來 玩的 我說 你好像你有一個袋 就揹出來 他說 咦 你沒有 我用 他用牛仔布來練 他說 我幫你練一個 太極有 我說好啊 你幫我練了之後 幫我練了之後 我放進去 一路揹出來 跑出去 跑出去 跑出去之後 因為我背著那些 是一條棍戀之主 加上水 有時候加上食物 就是在十斤的前前後下 多的時候 兩瓶水的時候 十幾斤的 因為 所以我揹著它 出去 那些人以為我 很多人以為我用背重跑 其實我會揹著出去 一又是背重 背重跑一些 容易一些 我是跑懸步一些 我就是用來練舞的 有時候 有時候 有人用來唱歌 跳舞 背著跑的時候 很慢 但是我出血比賽的時候 一放下十幾斤的時候 我的速度上來了 所以很多年輕人說 我 平時跑得很慢 一到比賽 他就這麼快 還要比我們快 就是這樣 可以了 好了 這個時候了 我們先開一開報仕 轉頭回來 繼續跟棍叔聊天 順風山下 數不進的順德人物 青雲湖畔 港不圓的 鳳城故事 901面對面 和你一起聆聽 時代好聲音 901 敬請各位對視 北京時間十九點四十七分 佛生願營廣播電台 順德廣播 順風山下 數不進的順德人物 青雲湖畔 綁不圓的 鳳城故事 901面對面 和你一起聆聽 時代好聲音 繼續回來 901面對面 新聞訪談節目 接著下來 繼續跟順德跑 圈名人 郡叔 一起聊一聊 他跑步的故事 郡叔剛剛說到 你參加過很多馬拉松 有沒有哪一場的馬拉松 是令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比較深刻 都有很多場的 因為跑馬拉松 其實 每一場都有每一場的意義 你說更加深刻的 當然是會 在內蒙古 老闆灣 100公里的越野馬拉松 100公里的越野馬拉松 那一場也是 屬於比較經典的賽事 因為捷基 最犬奪的 內蒙古 跑過 三十公里的幾隻 第一場 熱野的 但是這場 100公里 100公里的馬拉松 也叫做公開賽 公開賽 攀升 有四千米左右 那場的賽事都比較經典的 他 掌22隻牛人獎盃 我能夠跑到大十五名 拿一隻牛人獎盃 我翻了順帶之後 還要有一個書法交替 我提示 提示 寫一張書法 就是他順帶牛人 就是我 在丁田 因為跑這個馬拉松 從100公里 從開賽 還要穿一雙解放鞋 穿一雙解放鞋 穿一雙解放鞋 進來的跑團 那些人美美 之後 不是吧 跑越野 你穿一雙解放鞋 跑越野 是呀 很習慣 解放鞋 是我的標誌 跑到50公里 因為人家都是換鞋 我穿了一雙解放鞋 一路上到最高的山 千塊米 又朝中 又朝中 二十度 即是開跑 跑到那個時候 跑到那個時候 大概是一時鐘左右 跑上山 千塊米 哇 我也不知道有多熱 有多熱 一路跑到70公里 跑到70公里的時候 剛剛 剛才追上到 就是說 我穿到解放鞋 跑幾個 瓜叔 他說不是吧 哇 跑到70公里 你穿到解放鞋 都追到我 我心目中 不僅追到你來了 我說 可能要超你來了 因為你們坐在那裡吃東西 我會拿著兩個 兩個西瓜 拿著兩個蛋糕 就會生氣吃的了 會不理你了 因為我本身有水 有補給 你們坐在那裡吃 我會超你來了 一路下來 因為 由高溫 那時候1.1度 跑到 五六點鐘的時候 天涼了 天涼那時候就好跑了 哇 一路超了 就開始超了一些人 一路超到上去 大十三明 那時候上去大十三明 誰知道 因為那個人 跟他打過招呼 去到那個圓崖峭 哇 那真是圓崖峭 還要晚上著色燈光 那時候 八九點鐘 咦 那個 我說 你們都年輕 你們的 你們過了 我會抓住山邊 我自己過了 一路完了 他們到最後衝撕 就是跑進去大十五 沒有那隻牛人掌盃 哇 那處多屬於一個經典 咦 那我就很好奇了 內蒙古冰雪月野賽 從幾點開始 跑到幾點呢 呃 內蒙古那個 100公里 那個 就是由 早上8點鐘 跑到晚上 就是 10點28分 用了14個小時 28分 完成這場 100公里的馬拉松 嗯 好 其實我也有做功課 郡叔 我查回資料了 你還跑過一個叫 冰雪月野賽 是不是當時都是穿短衫短褲呢 我再講講 冰雪月野賽 其實我很忠誠於 跑冰雪月野賽 因為 我 原來 我是 游冬泳的 游冬泳 我是不怕冷的 那我跑了一步之後 我在 順風山公園 有外地人 他們東北人來 他說 哇 不是關你 我們那裡 我們那裡的凍 我們那裡的凍 是入心的 在那裡跑 那些東北人 他說 咦 他說 你不見凍的 他說 不是很凍的 七、八度 現在很凍的 哇 咦 那些東北人下雪 他說 是啊 我們東北的人 在你們那裡 他們說 很凍的 我們那裡 沒有這裡 那麼凍的 他說 你們那裡下雪 為什麼不凍呢 他說 是的 他說 這邊的凍 和我們那邊的凍 是 有些不同的 所以 我在心目中 說你們東北人 我下節有機會 可以 試試你們東北去跑跑 最近為什麼打一場 賓雪馬拉松 就是跑中國雪鄉 那場 中國雪鄉 那場 會打一場 賓雪馬拉松 是真正跑的 唯有一出賽 跟著 有些記者 全部記者 走完 因為焦點 是啊 短衫短褲 那裡 一路開始跑的時候 那些人有些 追著你影響 有些人都還很閒 那個匯程 那裡 跑到半路 都可以 有人跟你影響 回程的時候 還要工作人員 即是有些工作人員 幾個 很搞笑的 那我跑到大一 那陣子 那陣子 我跑到大一 我不知道 跑到大一 之後 突然那些工作人員 那陣子 叫我 那陣子 他們的補給 開一部麵包車 就在路邊 把熱薑汁 放入裡面 叫我 有熱飲 給我 那邊說 是對的 有些人補給 補給之後 誰不知 他說 他立即喝了我跑 他說 他有三四個補給員 他說 為什麼 他說 來來來拍照照 拍照照 三個 四個人 他叫我 拿一個照片 他說 我叫我拍照後 拍照後 我又是喜好 我叫我拍照 拍照 叫我拍照 我拍照那時候是很多演唱 你拍照後 拍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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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覺得我是一種比較奇特 因為你是一個南方人 你一個南方人,他知道你是南方人,你走過來跑你的冰雪 你都短衫短褲,他們的人都穿著兩套衣服跑的 長衫長褲,所以那次真的很經典 跑到回來之後,我跑了大移民 跑到大移民之後,那些記者就是採訪我 跑到大移民之後,我說了南方人挑戰北風雪 就是我講的 我回來之後,有一個書法,當然也是 第一次又是讀武衛,有一張文化的書法就是 南方人挑戰北風雪 郡叔,你除了參加各個地方的馬拉松之外 其實佛山是舉行了七屆的五十公里徒步的 你是全部參加了 哇,那七屆的徒步,我真的練六兩,我沒有聽過 每一屆我都參加了 當年是禅城,南海,純德,高明,很多跑的 就是走遍了 七屆之中,還有最經典的那一屆徒步 我就是由三水,由三水一路慢跑一路跑到細幾年 細幾年再跑回來純德 所謂的一百公里徒步就好 七屆,五條線路,郡叔,你都走過了 而且又是連續參加 參加徒步這麼多年,你覺得 信德,佛山的城市面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你講到這個,我在我自己見證 我自己見證我們的大佛山的進步 我們的信德的進步 社會的進步 真的,由那時候 我第一屆開始 每一屆都越來越超越 越來越漂亮的 那些樂道啊 還有那些綠化啊 還有那個環境啊 它是越來越漂亮的 所以真的,我會感動到我們的社會 是非常進步的 還有,由原來的比較少人的 開始到越來越多人參加的 所以,我會認為我們的社會群體 我們的群眾 我們的人民啊 那種體育啊 追求體育,健康的精神 是越來越好的 嗯,在環境變化上 郡叔,你又覺得 佛山信德的環境是越來越漂亮的 那具體表現的地方又是哪些呢? 具體體現,以前我們這樣跑出來的 特別是我們的順達 我們的順達 我們的順達那個綠度 原來不是接觸得很想的 但是現在,每一個鎮街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鄉村 特別沿著我們的水道 沿著我們的 就是一路上去 都每個公園 帶有公園 帶有健身的地方 帶有這個文化的水韻 文化的鄉村 特色在這裡 很厲害 堅持著我們的順達 順達的發展規模 真是以水形式 繞著我們的水鄉文化 而帶出這些美感出來 嗯,郡叔跑了這麼多年步 看到你這麼健碩的身形 亦都聽到你這麼歡樂的笑聲 我想,我有時間都一定要加入這個跑步人群 希望可以感受一下運動為我帶來的快樂 同時,亦都可以感受一下佛山城市的變化 好了,時間關係了 今期的節目時間先到這裡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順風山下 數不進的信不容物 青雲湖畔 講不完的豐城故事 901面對面 和你一起聆聽 時代好聲音 讚好聲音 農工 除了我 又是拼忍我 還是思考 恨恨我 還是愛我 我做一首最簡單情歌 不然談過 這是我 還是經常 接近一定在數個 昨晚都在沉默着恨爱 其实已经等过一世爱适应 但这种对白后已足弃 不然我没有再忘记你喜欢我欢喜 但能不能更多 但是我能变成一生疼 我想当爱的心腹难过 因为你也认真爱 我已不得了黄龙华 还是世纪彰 你争取还是古老的海上充满 已过的出发是得定谈 你也认真是姜燥鵝 是昔日顺德龙家大赛 赛名当中彭龚是民家大赛 一间传说中活到880岁的寿星厨神彭祖阿公 信德民间以农曆6月12日为彭祖弹 据说彭公是书岩 而农民意中吉祥 在祝秀或喜庆小朋友满月的宴会上 自然落于请出彭公祈求长寿 何况我本身就是长寿的动物 喂养得好 可以活到70到100岁 寿星公爱我 信理成章 所以在顺德 无论是婴儿满月的宴殖上面 还是老人的寿宴上 曹香、撲鼻、杖色耀眼的彭公我 总会大出风头 被祭彭公我 还进入了顺德万人龙周宴的菜单当中 可见他已经成为顺德风味菜的典型菜式 2005年12月 《龙的酒楼厨师》演绎古法彭公我 在广东烹饪名师评审活动当中评为金奖赛 在第五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中 《龙的酒楼》选手将米醋改为果醋 加入法国鵝肝切片 和紫姜片、鵝肉片 以麒麟方式双甲烹制 以顶胜在彰险古意 这款古法彭公我 以中西结合、土洋结合的特色 荣获热菜金奖 原来美食有定谷 生活有你 不知冷暖滋味 接下来 对 过来 慢慢来 慢点 对 快 来 来 来 1 2 终于 哎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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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看 看我看